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一点就满足了 不是这样自动满足的 需要具体的定义和描述 首先计划做的这个工作是什么 具体的endeavor 是吧 这个呢 我们可以参考前半部分这个视频 讲到了如何具体来描述这个工作以及它的重要性 然后呢 需要有客观证据来支持 比如说你的研究工作得以发表 有人关注 有人引用 得到了实际应用 然后呢 还可以用其他的证据 有人联系你所要实验的材料或者相关信息 然后你的工作得到了科研经费的支持 有这个基金或者有媒体报道 移民局通常考虑哪些因素呢 在决定这个关键的second plan呢 比如说有包括申请人的学位 技能 知识 已有的成果的证据 还有它计划的可行性 目前在做的这个工作 这个计划已经取得的成果 以及来自同行 同业和其他人 对申请人工作的评价和反馈 所以呢 在这里当然这个评价反馈呢 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用到推荐信 然后但是推荐信里讲到的内容呢 需要有证据支持 这个推荐信呢 不在于总数的多少 或者内容长短 因为呢 不需要面面俱到的来描述 申请人此前所有的贡献 这个呢 我们也有专门的视频讲过于推荐信 在这里我们强调一下 就是说质量呢 胜过数量 移民官呢 用在每一个case这个时间 是有限的 可能只有20分钟 来审理你整个的所有的材料 所以呢 我们需要突出这个申请人 比如说他做了哪些专业工作 科研工作 有哪些成果 为什么现在所处的这个地位 就有利于他继续执行和发展预定的规划 跟美国有利 这方面呢 我们律所有特别的优势 我们不仅懂这个法律 Niw申请 然后呢 我们也懂专业 工科博士学位 有多年的科研经验 有博士后经历 有自己发表的多篇论文 所以呢 这方面有优势 可以更好的具体来描述 申请人做了什么工作 为什么这个工作很重要 还有一点呢 有的时候移民局会质疑 这个申请人他可能是博士后 或者是住院医生等等 大部分申请绿卡的人嘛 都是在事业的早期阶段 有的这个工作 博士后也罢 住院医生等等 其他也罢 严格来说呢 是一个培训性的工作 这个怎么来证明申请人 已经处在能够大力发展 他的这个project 这个规划的阶段呢 和其他人相比 比如说资历啊 经验等等可能不够啊 这个怎么来解决呢 当然因人而异 在一个短的视频里呢 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到 可以联系我们 可以提供更多信息 但是可以说的呢 是我们大部分的客户 比如说呢 都是博士后啊 博士生啊 住院医生啊等等 大部分申请绿卡的 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吧 我自己以及我们律所的多位同事啊 都曾经有博士后经历 一般呢都是在上学期间 或者在博士后期间 提交的绿卡申请 取得批准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克服的 接下来呢 这个third pro啊 这个第三条 就是说呢 总体来说 要批准NIW 而不是要求劳工证 不要求有雇主提供工作 做广告 这个呢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 怎么来论证这一点 那么一般来说呢 前面两条批准了 一般呢 这接下来第三条也会通过 unbalance 是吧总体的 但是呢 那你不能简单这么说 前面两条批了 所以这条不用论证 当然还需要论证 那么呃 为什么不需要雇主来做广告 走这个劳工证的流程呢 或者为什么这个劳工证不现实呢 比如说有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这个工作要求 不能用招聘广告来说明啊 比如有的是商业人士 老板 投资人 或者艺术家 举个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总统 是吧 那不能简单的说 有个标准来招聘 这是一种解释办法 还有一种解释办法呢 是说即使有符合这个条件的 有美国身份的工作人员 那么即使有这样的人存在 把NIW申请人留在美国 给他绿卡 同样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呢 优秀人才多多益善 申请人可能是有相当成就的 科研人员 医生 工程师 特殊人才等等 如果解释清楚了 申请人 所具备的资质 那一般呢 可以用这一条 来帮助证明 这个NIW的3rd Pro 第三点要求 总体来说呢 那么NIW的具体要求 就是这些 我们前面呢 根据简单的文字 浮衍开来 讲到了具体的 详细的要求 如何满足这些要求 那么对NIW申请呢 不需要有专门的一个 Final Merit Determination 这个section 然后呢 像前面讲到的 不需要申请人 有固定的某一种学位 有多少数量的论文 以用 特别的成果 然后呢 对专业也没有要求 不需要申请人 已经在美国有工作 或者有固定职位 人在哪里 在美国境内 境外 对年龄 都没有要求 所以呢 NIW有很大的灵活性 这样的优点 那么现在也有更多的人申请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详细的 具体的讲解一下 NIW的具体要求 帮助申请人取得批准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